其实准备这个课程的过程当中呢 有很多的主题 我想处理的更全面一点 但是处理全面一点 专业一点的话 可能对大家有压力 然后再也就是可能会越过这个本科课程 他应该有的那个水平 所以我就尽量以一种作为 大家什么都不知道 作为一种基础教育 那种普及的那样的程度来准备课的 所以那我们就现在开始进行这个第一 第一问的解答 求上帝帮助我们 这个问题都很刁钻很难 然后还数量多15个问题 我尽量简短的答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次进 这些书件是如何产生的 他们里面的内容大多是讲什么 为何以可以成为了解正点的参考资料 首先呢 我们要了解次进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大概可以了解 内容大多数讲什么 这个很多样 所以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次进 所谓次进呢 其实就是次于正经的意思 或者是说 有的称为旁经 负经 后点 外点等等 就是指几部存在于希腊文 其实是一本之外的 包含在里面的 这个耶罗米翻译的时候 在其实是一本里面包含的那些 正典之外的一些 不存在于希腊来圣经里面的一些作品 那么他们主要是由一些犹太教的 涛经的这些拉比 超经士们 他们的作品 那在翻译希腊文这个正典的时候 特别是 其实是一本 他包含了这些 然后翻译成拉丁文的时候 他就 耶罗米翻译的时候 直接把这些 所谓的次经 也一同翻译成为 五家大版圣经 所以后来就成为 统治罗马天主教的一个非 他们认为正典的 这种权威性的圣经书 所以他们里面的神学讨论 很多都是根据这些 次经的内容 比如说烈狱 比如说什么 以诺 什么升天的摩西 等等 一些概念 几乎都不是按照正典的圣经本文 作为他们一句 所以都是作为次经里面的内容 那在这里面 宗教改革时期 他们宗教改革很重要一点 无论是马丁路德 还是加尔文 他们在讨论神学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们拒绝 接受那些来自次经的 错误的神学论据 这是攻击和摧毁 对方错误教义的 非常致命的 用现在的话叫做 所谓的本文批评 本文批评 就是他这个本文 这个经卷 他不是属于正典 不是神的话 所以他基于这点上 所有论证都是不可信的 所以按照他这个题目 就是说 次于正典圣经的 他是这些超经的 这些犹太人拉比们 他们写的嘛 因此他们有参考价值 就像他们的属灵书记一样 所以他虽然不具有 与正典同等的权威 但是次于正典的权威 这个次不要误解 好像具有很大的权威 远远不如这个正典的权威 所以只作为参考性的基督教的 或者说这个犹太教的属灵书记 来阅读 旧约的 有意思的是 我们教会历史当中 西坡的主教奥古斯丁 我们尊敬的奥古斯丁 他有很多伟大的神学 见解和论述 但是他也有很多错误的主张 特别是他认为 把次经应该视为正典同等权威 当然其他人不认为 觉得这些不及于 希伯来文圣经 就是指旧约的 希伯来的犹太人的这个圣经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 这个正典圣经 旧约的这个希伯来文圣经 他只能不能等同于 旧约希伯来文圣经 只能作为信徒道德教化的 什么灵修属灵书籍 参考书籍 研究教义的一种参考而已 而不能作为教义的信仰的依据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是正统的认为 马丁路德呢 他追随耶鲁米的意见 只把次经放在后页 作为辅件 就是圣经 他虽然还翻译圣经的时候 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成德文 翻译成德国 翻译的时候 他把这些次经 也是放在圣经的后面 作为辅禄 并没有完全删除 它的形成的过程 大概就是这样 大概就是那些 所谓的这些超经的 这些老师们 犹太的拉比们 他们写的一些作品 然后目前的基督教中 天主教 比如说基督宗教 基督宗教就是包括天主教 东正教和更正教 新教 天主教 东正教 是包含着次经的内容 现在的天主教和东正教 而新教呢 中间除了圣公会 寻道宗 信义宗 将次经 放在旧约和新约之间 新教的改革宗 或者是和谨信宗呢 谨信会呢 是没把它包固在圣经里面 那旧约里面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书卷 比如什么以色拉续篇上卷 以色拉续篇下卷 多笔传 犹地传 大家可以摆渡一下 摆渡这些什么 你说伪经 它目录就出来了 就不是这个次经就出来了 然后你点击的时候 它里面也有对于这些书卷的 简单的介绍 大家就是欺负人 我是系统神学老师 你们拿着这个圣经课程的 这个内容来误我 其实属于这个 伪经 次经 旁经 这些内容呢 应该属于 这个圣经科目里面的 比如说新旧约的导论部分 或者是概论的部分 其中就谈到了 虽然也有这个到了硕士等等 会有这种专门的研究 次经或者是伪经的 这样的内容 经线 文献的这个研究 但是大家就大概知道 没有必要追究 这个八路书里面到底记得啥 如果想知道就搜一下 网上现在公开的软件很多 什么彼勒与大龙 耶利米书信 以色帖补片 马拿西祷告 导演等等 这是旧约的 新约里面有十二使徒经讯 疑讯 这个是比较著名的 我们看到教父们的作品 包括很多神学家写作的时候 也常常会提及他的内容 格里免前书 格里免后书 有一些他书中 揭露了一些 我们不知道的资料 可以作为参考 波里甲书 波里甲 殉刀记 帕皮亚 残篇 等等 这些内容 新约作者有的时候 对资经有所影射 但是新约圣经 不把资经 新约不把资经 放入到里面 也没有把它们当作正典 来引用 新约作者 就是把旧约的那些 那厄利根 耶路米等教父 都否认资经为正典 奥古斯林后期的作品 也拒绝了资经为正典 他早期是认为 应该把 没有一卷资经 自称是上帝的启上 主要资经他内容 他不会自己说 这是我耶路华 如此说如何如何 他们只不过是这些 超路圣经的拉比们 他们或者说这些人 新约里面的一些人 他们的一些作品而已 他们不会认为 与圣经同的 第二个问题 资经 伪经有什么区别 在老师的分享中 引用资经 为什么不引用伪经 就是资经和伪经的差别 伪经的意思就是 托假名 托人的名字 造假的作品 所以它比资经更低 伪经是 虽然提了那些题目 这些人的作者 但是他们不认为 自己是什么神的启示 一些灵修书请 属灵作品 但是伪经呢 是冒别人的 它的名字不只是虚假 假借别人的名字 包括它的内容 比起资经 更不具有可靠性 在基督教中 因为教父时期 为了系统化神学的内容 以回应异端的挑战 整个教会呢 就经把经典分为正典 次经和伪经三个层次 然后正典呢 我们就知道了 完全可靠的 那次经呢 是作者还不能完全 确定的作品 那次经的内容 通常是无损正统教义的内涵 注意哈 资经的内容 基本上它不会有太荒谬的损害正统神学的 因此仍有参考价值 但是最后一个等级 伪经呢 是指那些资经以外的著作 也不包括在正典之内呢 它们内容一般是未确定真伪的作品 不管是他们的作者 不确定 内容也是哈 那基督教的伪经呢 一般认为是从西元 祖前二百年到祖后二百年 犹太著作的通称哈 其中一些作品可能是 冒着亚当啊 以诺啊 摩西啊 以色拉等人的名字写 故称为伪经 那里面基本上记载了一些什么传统的故事啊 启示性的意象 注意这个启示性的意象 真他说他看了意象得到启示 但是真假我们无从确认啊 包括一些异梦等形式出现 其目的是要帮助正在经历 异常艰苦的这些犹太人 坚守信仰啊 由于其所记载的事情 有怪诞离奇的内容 有的甚至含一些错误的教义 所以犹太人拒绝把他们 归入旧约正典之中啊 因此除了伪经之外 当时流传的还有十四五卷 这样的旁经 或者说次经 也是写于西约前 这个主前200年到 但是他后期是主后100年 大体上准确的反映了 两月之间的宗教 政治和社会环境 情况 由于其中权势有益 所以犹太教和基督教 都不接受这个旁经为正典啊 所以大概就伪经和次经之间 稍微差别啊 旧约时代的一些伪经 什么 以诺一书啊 喜年书啊 索罗文诗篇啊 摩西一讯啊 亚当夏娃的生平啊 亚伯拉罕一讯啊 以诺二书啊 新约时代的一些伪经 经墓什么多玛福音 菲利福音 犹大福音 彼得福音 埃及人的福音 什么穆达拉 玛利亚福音 黑马福音 都比较出名的 黑马福音啊 犹大福音比较出名 中世纪还有伪经哈 巴拿巴福音 那我在讲课当中 说到了为什么不引用 我刚才也提到了 因为它的内容 有一些错谬的 无从考证的 很多甚至违背信仰的 因此不把它 作为什么 值得有价值的 来引用哈 伪经 次经有参考价值 但是伪经不行啊 然后第三呢 圣经正典乃指列在 圣经内的书卷 那在形成过程当中 神学家们 或一些会议 分别 他们的工作是哪些啊 我在这里说就是 大家问的问题都很好啊 问的品质都很高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 如果大家关心这个部分 可以适当查考资料 但是大家一定要焦点 我们重点是放在正点上 当然要了解这个周边的知识 形成的过程 然后包括一些 伪经是什么 这种概论性的 常识性的 知道就行 没必要太多研究啊 当然你要是 针对特别的需要 要特别的去研究 特别是现在 我们说这个 保罗新官呢 等等 虽然他不是什么 伪经和 刺经 但是他是引用 圣殿 第二圣殿期的 犹太的文献 其实包括这些啊 所以他查考这些文献 发现当中一些特点等等 经外的依据的时候 刺经 伪经 我们都要考虑 但不是是 以支持的 要了解他们是什么 他们的弱点是什么 免得别人拿 就像我们之前看的 这个电影似的 圣碑啊 那个我们就被忽悠了 很多国内的基督徒 当时我读大学的时候 很多基督徒就困惑 就完全善良的心 就被摧毁了 完了我们信了半天 都信错了 人家又是什么考古学家 又是图书馆馆长 又是有教授 然后又有鼻子有眼的 好像查考了一些文献 和一些遗迹 结果发现 圣碑不是十字架上 流下的血 也不是对那个血的保留 或者是曾经圣餐用的那个碑 圣碑乃是指耶稣 他的血统啊 那就跟福音没有关系了 所以你发现那种 基于诺斯底派的 这种伪经也好 所建立出来的那种教义 都是荒谬的 完全颠覆了历史的事实 常识和基督教信仰 所以不可信 但是你要知道错 错在哪 它的漏洞在哪 我在这里不评 那个影评 我只是提及这一点 那正典的形成的过程 最早 那旧约 它正典有旧约和新约 旧约是我们新约之前 大概四五世纪就形成了这个正典 比如说它里面说到 圣经里面的内政 摩西五经 也称为律法书 那里面我们看到 上帝吩咐摩西要记录下来 法版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然后记录下来 以色拉的书也是除了五经之外 还有一些部分的历史书 被称为神的书 他以色拉称那些 除了律法书之外 其他的书为神的书 那些历史书被称为神的书 也就是说圣经内政 这些书是属神的 为什么接纳这些 不接纳那些呢 为什么教会接纳这些呢 等等 这个以后我们都会讨论 大家作为一个综合词料 那旧约三十九卷 旧约在主前四百年就集成了 已经成为正典 耶稣和使徒时代 所引用的圣经 都是旧约圣经 特别是用的是七十诗一本 虽然里面有旁经 但是他们基本上引用 都是正典的 所以其中只有犹大书 引用为伪经 犹大书里面 引用了以诺书 那新约和初期教会 新约的时候呢 使徒保罗的书信 作为权威 被教会诵读 四福音书以及保罗书卷 都在一百三十年 便被大部分教会所接纳 教会有许多作品 深受尊重 还视之为正典 约在一百六十年 主后一百六十年 马基安提出了一个 新约目录 不过当时原始的正统 教会视马基安为异端 所以马基安的新约目录 不被接纳 四百一十九年 新约二十七卷 在加太基最终被正式接纳 待会我们也会讲 这个正典被接纳的过程 那被列在这些书卷 形成的过程是 其中他们 这些神学家们 到底做什么 他们凭什么定哪些 或者是认识别 分辨哪些作品是神的 哪些不是呢 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呢 旧约里面 他们认定的几个标准 新旧约都有些类似 但是也有差异 旧约里面有几个方面 验证的标准 第一就是该书的作者 明显神是作者与否 第二 这个显出神 借着某位中间人 中宝说话 借着摩西说话 借着耶利米 以色亚等等 这个书 是不是上帝神域 借着某个先知说话 某个仆人说话 那位作者 是不是神的发言人 神呼召他 这样子 你发现耶利米书 以色亚书里面 都有神呼召的这种 摩西也有呼召的这样的 大卫也有呼召这样的记载 他们蒙招 士师们就不用说了 虽然士师中间 没有记载这个圣经 撒摩尔也有呼召等等 这些记载圣经的人 基本都有呼召 所以他们就有代言话语权 该作者是不是先知 就是大家是不是公认的 这个先知 是先知的话 当然说话就有权威 不是的话 那就质疑的问题 他们有没有先知的恩赐等等 这些都 该书的历史是否正确 如果这个书的内容 他记载的和历史都不符的话 说明这个书的可信度就低 那该书是不是记录真实的事情 是虚构的呀 还是真实的 这个都是判断 他圣经的 是不是要把它作为正点来接纳 犹太人怎么看这本书 就基督教接纳 这本书作为我们新约 这个旧约正点的时候 犹太人是不是接纳 犹太人很重要 上帝把话语托付给犹太人 犹太人如果不接纳他为正点的话 旧约圣经某一句人为正点的话 那么这个是很具有很权威 很大的参考性 总的来说 旧约成书时都是 已经是神的末世 已经拥有权威 这些著作可能得到人的认可 通常是人确认了 作者是神的发言人 著作被认可 最后才有一系列的书卷的收纳为正点 那新约呢 新约主要评价正点 有以下几个因素 主要我们一般是说四个 第一个 我首先谈一下这个新约正点的 这个成书的原因 先从四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就是假的作品冲刺 除了旧约的一些伪经 刺经之外 新约时代也有很多的 我们刚才也提及了这个马基安 面对这些真假作品 真的著作就受到攻击 比如说马基安所列的 这个保罗的书信以外 他都拒绝 所有的旧约 以及新约章中的书卷 甚至连陆家粉印也给改了 为了迎合自己的交易 所以面对这样的挑战 教会必须发表一个书目 来降低这种混乱 然后新约著作的内容 第一是当时的这个情况 是异端的冲刺假作品 第二就是新约的这个内容 见证他本身的权威 这些作品被收集起来 被公认为正典 那使徒的作品公开崇拜 被使用 其实关于圣经正典呢 第一世纪开始就已经出现了 就开始 比如说很早期的时候 新约书件已经被确认 保罗曾经认可了 陆家的作品 与旧约同等的地位 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 甚至还引用旧约 彼得也认可了保罗的书信 说我们的弟兄保罗 有人随私一解禁 就自取灭亡 那使徒的书信 在教会当中 已经在流传了 然后在后使徒时期呢 罗马的格里缅呢 他在一封信中写了 他提到最少有八本新约 书信 然后安提阿的伊格纳丢呢 他也承认 约有七卷新约 约翰的门徒波里甲呢 承认有十五卷书信 然后后来的艾瑞纽 他在他的作品当中 也承认了这个二十一卷书 西波的绿陀 西波绿陀 也承认二十二卷 什么 只有这些西伯来书 雅各书 彼得后书 约翰二书 以及约翰三书 是稍微有点争议 然后更重要的见证 就是莫拉多利这个经墓 主后一百七十年 这个经墓呢 将教会初期所承认的正典书件 加以收集 然后除了西伯来书 雅各书 约翰一书之外 包括全部新约圣经 然后到了四世纪呢 新约圣经确认为 发生了一个确立圣经 新约圣经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就是亚特纳修在 主后三百六十七年的 著作当中呢 提到了新约的二十七卷 是最完整的 他认为这是唯一真实的书卷 主后三百六十三年 老底嘉会议呢 就提到 直到旧约书卷和新约二十七卷 这些 只有这些书可以在教会当中送足 然后西伯会议呢 就主后三百九十三年承认 有新约二十七卷 最后呢 就是加太基会议 主后三百九十七年确定了 只有这些证点 书卷在教会当中可以送读 那么凭什么去凭 去确定这些证点呢 我们注意啊 他们并不是指定哪个 或者是赋予圣经哪些权威 而是确定认出 然后公布发表 那他们评价一卷书是否有 是正点 它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使徒性 作者是不是使徒 刚才我们提到旧约也一样 作者是不是先知摩西等等 是不是使徒 作者是不是与使徒有关系 比如说路加虽然不是使徒 但是他却跟使徒保罗 有着密切关系 马可也是 不是使徒 但是跟彼得和保罗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使徒的监督下 可能写的作品有权务 所以使徒性 作者是谁 第二 我称之为大公性 或者说接纳性 那这个书是不是普遍的被众教会所阅读 在他们公布宣布它为正典的时候 其实已经在诸教会当中 大家都认可了 都在读了 圣灵在诸教会当中的见证 使大家都认出了这些圣经的权威 所以大家都在读 虽然有细节的差异 但基本上都是高度类似的这样的经卷 然后第三就是内容 内容 刚才我们提到了什么历史的真实性 教义是不是有错拗 里面包括内容不能荒诞离奇 内容不能言语误会 有一些我们一般人都觉得非常低俗的内容 隐晦的或者是亵渎的那样的内容 就像大家读可兰经一样 如果读住就知道了 没法比 即便他们认为是宝一样 里面有很多这种粗俗的言语 咒诅的话等等 所以这个内容一定要 教义正统 而且是一致的 而且是不矛盾的 而且是这个什么语言 文学文体 教义高尚等等 造就人等等 还有就是末世心 末世心 这个就是比较强调这种道德上的和属灵上的价值 反映圣灵工作 当人们读的时候 人们觉得这个书 它提供给我们属灵的价值和影响力 所以大家都同样感受到这个圣经的书卷的益处和权威和价值 所以就是这样 那我们再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于圣经正典权威的看法 有人问我对圣经正典权威的看法如何 教会的权威有什么关系 圣经权威究竟是如何确立的 这个我简单回答 我对圣经正典的看法 就像大公教会的看法一样 圣经正典66卷书是我们信徒信仰和生活 唯一最高的权威 然后圣经是无误性 明了性等等这些特性 然后它与教会的权威有什么关系 教会是建立在神的道上 因此教会从属于圣经权威 教会的权威取决于圣经 依存于圣经 派生的权威 所以它教会的权威不是独立的权威 注意 依存 派生 延伸出来的 派生出来的 依存性的 不是独立性的权威 圣经具有独立性的权威 为什么 它是神的话 上帝赋予祂的话 不只是它出于神 上帝赋予祂 话语本身有权威 但是教会的权威 是依附于神的话 当教会忠于神的话 宣讲神的话 按着神的话去执行的时候 我们都要尊重 因为它就是 做神让它做的事情 它与神的话一致的时候 它有权威 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 牧师有没有权威 有 权威在哪里 在正确宣讲神的话语上 正确执行圣理上 正确执行教会纪律上 当牧师持河嫖赌的时候 当牧师宣讲异端的时候 信徒没有义务服从 因为听从神 不听从人是应当的 这个不只是跟政权上应用 还有就是 我们看到 皮里亚人 贤于铁撒伦家人 要晓得这道 天天查稿圣经 要晓得这道 是与不是 所以他们中间多有信的 因为保罗所讲的都是符合 来自基督的福音 符合旧纪圣经的 所以他也称赞 铁撒兰家人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要凡事查业 善美的要吃手 各样的恶事要紧接不做 当时使徒时代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异端 去传令跟耶稣 受令 让他们受令一个灵 然后这样的时候 使徒们就忠于神的道 去捍卫 让他们去拒绝 假使徒 所以我们是真理的儿女 因着真理 爱你们 因为真理人工 大家因为真理聚集在一起 牧师为着真理而呼召 是作为真理话语的仆人 所以牧师的权威 是依附于神的话 当他违背神的话 离弃神的话 沦为异端的时候 他就没有任何权威 这是加入牧师 从圣经当中 给我们总结出来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理 所以权威不在于我们内在 教会也好 牧者也好 神之人也好 权威在于神的话 当然 讲台上的话 我们不能藐视 我们也要查验 教导符合圣经的 我们就接受 谦卑接受 不符合圣经的 那我们或者拒绝 或者在私下 跟这个牧者沟通一下 同工们沟通一下 或者是你自己 就处理就好了 是糟糕的就抛弃 如果是异端的话 除了警告他 劝勉他以外 也考虑考虑 是不是要辞掉这个异端的牧师 不肯悔改的 所以这个就是其他的元素了 总之呢 教会和圣经的权威 不能懂 天主教的错误就是 以为教会和圣经 是同等权威 并列的 但是甚至他们实际上 已经高举教会的权威 教会会议的权威 包括教皇 主教的权威 甚至教廷的权威 超越于圣经 他们口头上告白是这样 圣经和教会 还有传统同样权威 但实际上他们已经高举 超过圣经 这个是非常要命的错误 第六 黑马木人和游敌传 出现多少次 很想其中明白 主要内容在基督教里 黑马木人和游敌传 在我的讲义里面 虽然是重复出现多次 并不意味着他们很重要 只不过是拿他们来说事而已 没什么重要影响 这些东西影响都极微 不如正点 所以大家也好奇 可以当做催眠来了解一下 不必要太沉迷于这些研究 除非是我们以后准备 当圣经老师在这方面专题上 想深入研究 去教导信徒的时候 做个专题 想做可以深入研究 第六 犹大书引用的 犹大书引用时 读者们熟悉的 引用当时读者们熟悉的书 来说明他的教导 也不等同于犹大的 犹大为以诺一书做见证 证明他是神圣的书见 没什么不明白的 犹大他写作的时候 你发现使徒们也一样 使徒保罗他在讲道的时候 也说你们希腊的诗人们都承认 我们都是神所生的 他引用圣经之外的 甚至那些义教徒的 这些哲学家们的内容 犹大也是写作的时候 也引用了他认为 符合他要写作的主题的内容 比如说以诺书 以诺一书 虽然他引用了 不意味着他就证明 以诺一书具有与正典同等的权威 这是唯一一个我们看到 新约圣经里面引用 经外的这个伪经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然后第八 启示录当中22章18节到19节 若有人在预言上加添什么 我必如何如何可以相信和理解 因为启示录是预言的终结 生命纪四章二节吩咐 你们的话 你们不可加添或者减少 后来有许多书件加入正典 如何理解呢 生命纪十二章三十二节也说到 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要遵守 不可加添也不可减少 旧约里面很多次 新约好像直接提到的是起书了 间接保罗也说到了 遵守这些道不可存着成见 等等 不可存着偏见等等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注意 作为最晚成书 至少学界认为 启示录是最晚成书的 不可在这书上加添或减少 有的人说这只是局限于启示录 所以不能再加添不能减少了 但是我们刚才也查考了 生命纪也谈到了 不可在这书卷上加添或增少 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话的时候 那些书卷不是一次性赐给我们的 单卷单卷的 上帝让我们 特别让那些仆人 有些是明确吩咐什么 耶利米啊 吩咐让他八路 神吩咐耶利米透过八路 把他记录下来啊等等 然后摩西也是等等 很多先知都明确的 得到神的启示 吩咐 让他们把这些书写下来 大家要注意 一旦写下来 这些写的人 他不会加添也不会减少 为什么 写的人知道这是神的话 非常敬畏和虔诚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上帝让我们保全他的话的时候 特别强调完整的 忠于的 忠实的去将 托付的道保留下来 不可加添 不可减少 不可改变 所以多处的见证 我们就可以获得 在神的话上 得到一个通责 在神的话上 我们不可以加添和减少 特别是 在众教会 特别是我们现在离 新约时代比较 这个耶稣 或者使徒们比较远 离先知更远 那么他们 上帝托付给他们的书信 写完了以后 教会在流传的时候 虽然也有一些人写 但是 虽然使徒们也写了 其他的书卷 但是教会们 在圣灵的引导下 渐渐地感受到 诸多的作品 大家 我一个人感受到 不仅别人也感受了 大部分都在认出了那些 混杂在各种 伪经 刺经 旁经 什么其他的属灵书籍 作品 里面的 神的书信 里面的权威 他们的文体 他们的内容 他们的造就性 他们的权威性 他们的这个价值 他们都认扯了 所以就分别出来了 当大家一起认知 面对这个挑战 需要确立哪些经典 到底是我们信仰的依据的时候 他们就不约耳同的 虽然有些细微的差异 就共同 渐渐地就开始 我们刚才说了什么 十四五卷 二十二卷 甚至最后二十七卷 有这样的承认正典 整理正典 公布正典 确立正典的过程 正典各个单卷 已经在写作之后就结束了 但是在教会里流传的时候 渐渐被分别出来 作为一个新旧约圣经 来承认的时候 这个是需要过程的 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来说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神的话也不可改变 天地废取 耶稣基督的建策 我的话 律法的一点一华 也不能废取 这不只是狭隘的指五经 或者怎么样 是整个神托付的话 我们不可擅自改变 没有人有这个权威 可以擅自改变神的话 所以关于神的话 既已成书 已经成文 已经成为正典 我们就不能 私意的去改变 我们有那个权利 到最后是启示录 启示录之后 不能说后来 所以启示的进展当中 摩西领受的时候 当然上帝对他说 我给你的这些话 你不可加听 不能减少 对不对 等给这个其他的人的时候 当然他也托付他的话 不能加听 不能减少 对不对 托付给约翰的时候 约翰你这个话 你不能加听 不能减少 所以我们就发现 凡是从神来的话 我们都不能加听 减少 局部的不能改变 整本的更不能改变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说 神对摩西说话的时候 不能加听 不减少 后来又出现什么 撒末尔记 什么马拉基 这不又加听了吗 对于上帝来说 他要赐给我们的那个 他计划当中 要赐给教会 历代教会 可能不同的分批赐给我们 但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 那个整全的话语 要分不同的卷赐给我们的 最终完成 在历史当中完成 它不是一次性 从天上掉下来的 所以就产生了这种 渐进的过程 所以大家要理解 这方面就行了 因此呢 我们不能粗略的 或者是那些异端 就以此为借口 你看上帝不让加添了吗 然后后来不是出现别的书了吗 后来所以启示录后面 也应该可以加别的书啊 为什么不说呢 这是非常粗略 非常不专业的处理方法 所以不要被这种论调迷惑 第九 犹太教 东正教 天主教 基督教 以及他们的教育 这个题目很大呀 教会历史 教义等等 宗教对比 都要涉及的 我简单的就说 犹太教呢 犹太教呢 我们要知道 他是原初是西伯来人嘛 在旧约里面 没有称他们为是犹太人 一般称为西伯来人 那后来呢 我们看到立国了以后 称他们为以色列人 贝鲁巴比伦归回之后呢 主要是犹大人 所以渐渐的在历史上 形成了说犹太人 称呼就变了 然后亚历山大大地 征服西伯来人的犹太的援助地后 西伯来人就改名为犹太人 并散落在古希腊的各处 公元前三世纪 希腊化的埃及 这个托罗密王朝 君主托罗密二世呢 就召集了七十位 当然这是传说啊 召集了七十多位的 这个懂西伯来文的犹太人 当然他们也是精通希腊文 然后集中在整理犹太人的文献 并把它翻译成希腊文 因为渐渐的说希腊话的 说希腊语的 希伯来人越来越多 犹太人越来越多 所以他们需要让他们 那些熟悉希腊语的 希伯来人去阅读 希伯来文圣经 所以就翻译成希腊文 七十是一本 七十是一本 那后来呢 犹太国被罗马帝国毁灭 然后犹太人就 位于伊罗沙冷的 圣殿被拆毁 只留下了这个残破的西墙 我们今天称为枯墙 然后犹太人就散落在欧洲各地 欧亚各地 所以在后来呢 圣殿被毁 那种以圣殿为中心 献祭的信仰 就渐渐地变革了 透过贝鲁归毁 透过圣殿被毁等等 渐渐地开始形成一种 以会堂为中心 不是以祭祀 因为没有献祭了 祭祀就没有用了 开始以拉比为中心了 开始以讲解这样的信仰为中心 这样的过程 所以呢我们看到 今天我们熟悉的犹太教 基本上是跟献祭没有关系 然后主要以会堂为中心 诵读律法 讲解律法等等 这样的内容 那天主教呢 刚才我们讲到了 这个耶稣使徒等等 一开始耶稣和使徒之后呢 教会都是一体的 直到一世纪为止 基本上都是一体的 然后后来呢 福音渐渐广传 一开始受逼迫等等 福音传遍了整个罗马板块 然后随着一个转机的一个事件 就是君斯坦丁大帝的 所谓的奇妙的经历 靠这旗帜得胜 然后得胜了 后来他就这个解除了 对天的基督教的这种迫害 虽然不能说是变成了国教等等 然后渐渐的扩张 有几个重要的事件 什么主教的确立 迪奥多西一世 三百八十年 颁布了这个萨洛尼卡设令 宣布基督教为合法的宗教等等 君斯坦丁三百一十三年 叛一教会 然后就停止了什么 逼迫等等 直到十一世纪中叶以前 基督教都是一个完整的宗教 并无天主教 东正教之分 当时 但是由于地理位置 语言和文化 包括神学 还有些政治的问题 当时我们看到五六世纪之后 开始日耳曼族 就是大量南迁 然后外族入侵 导致这个帝国开始分崩离析 东方的教会 西方教会 因为他们地理位置在各地 所以他们地理位置也不同 他们就开始在战乱当中 渐渐的什么救济 照顾 起到非常重要 国家弱的时候 教会担负起一些重要的 医疗 信仰 什么救济 照顾 他们就开始起到作用 包括什么判断一些事情 甚至一些事情 所以教会自然在地理位置上 语言上 状况当中 各自都在进行着 他们重要的作用 那东西教会 东正教和所谓的 罗马天主教分裂 最终分裂是1054年 但是在此之前 也是经过了几次的事件 什么彼此控告 彼此定罪 神学上的争论 比如说很多的原因 然后最后呢 还是因为所谓的和子论 就是和子论 三文一体论里面 说到了这个 圣灵是由父和子 西方教会是加了个和 东方教会就不承认有和 所以他们认为是单一源头 父拆遣了子 也拆遣了圣灵 圣灵是从父而出 但是东方 这个西方教会呢 也就是说以 拉丁文为中心的 也就是说以罗马为中心的 东方是以 君士坦丁为中心 然后西方是以罗马为中心 我们实际上这个 这个改教这个脉 脉脉是从西方来 当然神学上 我们也受东方影响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他们 西方是承认和子 就是我因 父因 我要求父 父因我的名差遣 所以 差遣圣灵 父差遣圣灵 但是却因基督 透过基督 所以从父和子 来的圣灵 那有的人 这个神学争论 我们在学三维一体 论的时候 可能会学 神论的时候 也会学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总之呢 在1054年是 彻底的东西 教会分裂了 这个分裂的过程 是漫长的 有政治的因素 有地理的问题 语言的因素 等等 然后教皇之间的诠释 包括地域 不同语言系统 不同文化 等等 最终是因为神学 这只是作为一个导火索 彻底的分裂了 分裂之后呢 我们这个东方的教会 我们就称为希腊政教 因为他们主要语言是希腊 希腊语 东方 西方是这个拉丁语 然后就称他们为东正教 东正教最后传来传去 现在最昌盛的地方是 俄罗斯 然后西方教会就称为 罗马天主教教会 然后直到1517年 宗教改革发生之后 然后发生了若干的 这样的争论 什么天特会议等等 然后彻底的决裂 然后又从天主教当中 分裂出来 更正教 当然我们所谓的分裂 是跟当时主流的 天主教分裂 如果从整个福音来看的话 天主教是偏离了 更正教是重新回到 这个正统的使徒和基督的 这个教导的基础上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三个派系的这样的行程 他们有不同的一些行政管理 不同的一些制度 甚至有些信仰告白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大公教会的信仰 使徒信经 尼西亚信经 加克顿信经 亚特纳修信经 这是三个教会都承认的 只是唯一的和罗马天主教的说 东正教是不承认何子 那还有很多神学的差异 我们就不说了 只是谈到他们之间的这个行程 其实这是一个教会历史的课 欺负人 拿教会历史的课 来问系统神学老师 顺便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想教会历史 这个初期教会史和中式教会史 包括宗教改革史 这三个串联起来 等学完了到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的时候 应该大家都能学完 整前的这个概络 脉络 那这位同学第九个 犹太教 天主教 东正教是异端 邪教吗 答案是肯定的 不是 首先要明白什么叫异端 我们可能护教的这种 或者大家在国内已经听了一些人的论调 有一些极端的 一些激进的人 随便就说 这个是异端 是那个异端 所以我们也可能有这种问号 首先异端是什么 异端是指在一个传统里面 无论是哲学 医学 音乐 等等 法律 每一个领域 它都有它的正统 也有异端 那我们基督教里面 所谓的异端是 在基督教里面 非基督教叫异教 基督教里面 出现的这种脱离正统信仰的 在教义上偏离的 致命的偏移 次要的 非核心的 那个不是 致命的偏离 否认三文体 否认基督神人二性 否认基督的救赎 否认一心称义 等等 类似这样的 我们称之为 基督教圈子里面的异端 邪教呢 它不仅指基督教里面的 也包括其他宗教 是描述这个宗教的性质 它在社会上 可能造成某种恶劣的行径 或者极其恶劣的影响 我们称它为邪教 中国的东方闪电 我们称之为异端 为什么 它打着基督教的名号 是吧 什么女基督啊 闪电从东方升起啊 它以基督教为基础 然后讲了一些其他的 他们的经典啊 他们的作品啊 他们的教育 然后它在中国社会当中 产生一些恶劣的影响 比如说 罗略人的家产呢 包括什么离婚呢 包括一些黑社会的性质啊 现在收敛多了啊 以前九几年的时候很邪乎的 经常有些传道人被软禁 被什么强迫 给你关个小屋子里 给你塞一个女人 让你发生道德上的败坏之后 裸掠你 你看吧 你家了吧 你看用钱 用色 诱惑你 你家穷嘛 就又给你买什么 农村传道人 又困难嘛 给你买农机械 他们有钱呢 很多信徒 这个卖了钱产 都捐给他们嘛 所以他们有钱 就捐助你的时候 诱惑你 然后又威吓你 不行就是打折你腿 什么伤害你家人 造成极其恶劣的 这种现象 我曾经开拓教会 那个下属的一个 一个部落里面 一个村子里面 进到一个很深的沟里面 一个里面 有一个家庭 他的妻子就突然消失了 两年没有阴性 就是陷入了这个东方闪电 就去了 他不是传销 他东方闪电 完全他自己就跟他家人 说拜拜了 看破红神了 得到什么道了 觉悟了 一方面是被监警 不离开 另一方面是 他们自己就被洗脑 然后不肯离开 所以他在社会上 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恶劣的行径 败坏 我们称它为邪教 所以回来看 犹太教 天主教 东正教 肯定不是邪教 那是不是异端 但犹太教 因为不是基督教圈里的 所以不能称为异端 是异教 不同的宗教 天主教呢 可以说犯基督教里面的 我们在教义上 会说它是异端 比如说他否定 音信称义 我们学基督教要异的时候 也谈到了很多 当然大家没学 异卷里面没有触及到太多 三卷 特别是二卷和三卷 基督的救赎的问题和三卷 涉及到如何领受 在基督里救恩的问题 天主教里面有很多 错谬 不用说什么 我们熟悉的炼狱 什么赎罪见 包括什么告解 包括补俗 包括其他的什么忏悔 等等 很多 包括弥赛 里面很多 甚至他们的天特会议里面 都正式的文书里面 就是说 凡这个坚信 音信称义的 就备受咒诅 等等 更不用说现在的天主教 什么同性恋 已经认可了 已经认可了 而且天主教也加入WCC 跟道教 佛教 伊斯兰教 其他诸多宗教 一块搞联合聚会 等等 东正教肯定不是 邪教也 异端呢 说不上 所以我们要清楚 在判断之前 我们要分析 什么叫异端 什么叫邪教 什么叫异教 异教 不同的宗教 异端是同一个阵营里面 错误的 邪教呢 是这个宗教 可能在社会上 道德行为上 产生一些恶劣的影响 恐怖的 或者是道德的 等等 邪恶的 第十 伟经和邪 异端 异端 邪教 所用的书 有什么区别呢 伟经 刚才我们也接受了 这个在旧约里面 一号 等等 他们形成的 这些人呢 作者到底出于什么动机 他们也是为了这个什么兼顾 信徒嘛 出于好的动机 在试炼当中 坚忍 什么领受这个启示 鼓励大家 什么审判 等等 天上的启示 为了鼓励 他们倒不一定是虚假的 可能是他们错误的经验 像今天有一些 极端的灵魂派的现象的时候 有的时候经常 得到一些荒谬的启示 一些出现出错的 这种情况也可能很多 出于善良的心 却做出了错误的事情 当然和邪教就不同了 邪教那个 我们说 鼓子里面性质就不一样 异端的书也不一样 异端那个是 相似点是 可能 《伟经》里面 也在教导一些 非常荒谬的 就像天主教 根据《伟经》里面的 错误的教育 建立起来的 异端的教导一样 所以在异端和 《伟经》之间 有一些相似想 相通的点 他们可能是主张一些 违背正统信仰的 一些错误的教导 但是他们出发点 比如说异端 他们 邪教那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可能在性质上 还是有些差别 其实这些东西 只是作为常识了解性 平时大家也接触不到 这些作品 虽然有很多的 这种正典外的一些文献 翻译成中文 在网上可以接触 平时预备讲道的时候 也不用看它们 用不着看 有太多有价值的书看 就不必要看它们 然后也几乎设计不到 几乎设计不到 所以常识性的知道就可以了 当有一天真的用得着的时候 再重新找一些书籍资料 再回想一下这个课程 就可以了 第十一 神的话实在是明了的 为什么有太多的人 读了圣经 却不明白神的话 或者我们无法明白神的奥秘呢 这个我们上周已经打过了 而且大家可能今天听的课 第十五课就解决这个问题 圣经的明了性本身 是圣经的属性 就它的语言 就它的已经解经 就它的各个方面 它是明了的 按照一般的方式 就可以读懂的 圣经并不是猜谜语等等 这是上帝赐下圣经的特征 明了性 但是问题是 我们是属灵的昏昧的人 死亡的人 扭气的人 心智败坏的人 愚昧的人 愚完的人 甚至是悖逆抗拒的人 所以我们需要重生的恩典 需要信心 需要圣灵的光照 然后甚至需要一些必要的训练 在圣灵的光照下 按照一些恰当的解经方法 我们能够更深入的 系统的研究明白圣经 所以这个具体内容 我们参考15甲视频就可以了 第十二 使徒们拥有权威 特殊的权威 那么今天我们信的人 也拥有这样的权威 因为我们所信的都是一位神 为什么现在的信徒 没有和使徒一样的权威 谁告诉你 我们和具有 我们信徒和使徒 具有同等的权威呢 这个根据是不成立的 因为我们都信一位神 都信一位神不错 但是不意味着我们和使徒 具有同等的权威 异端也信耶和华上帝 那谁能说耶和华上帝 不是我们信的 这个犹太教人也信耶和华上帝 创造的那位上帝 虽然他认识的耶和华上帝 是带有一端性的独一神论 就是不具有圣子和圣灵位格的 一位一神的神 但是他们所呼求的那位神 就是我们信的神 只不过他们对上帝是误解 不够整全的了解而已 伊斯兰教也一样 他们都信同样一位神 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都一样 不一样 那么使徒们有特殊的权威是对的 使徒们为什么有权威呢 因为第一 使徒们首先是亲眼见过耶稣 与耶稣同吃同住 三年之久 与耶稣同行的 虽然使徒保罗是特殊的 复活之后才向他显现的 但是他也是见过复活的基督的 然后他们又是特别蒙招的 上帝让耶稣拣选他们 呼召他们 让他们同吃同住的目的是 让他们作为见证人 从开始到我死而复活 你们都是见过 所以你们是我的见证人 所以呼召他们有目的 见证人 其次那个见证人 不只是见证耶稣 还有就是启示的媒介 耶稣要把他的道托付给使徒们 透过使徒们建立他的教会 所以我们说教会的基础 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 不是建立在他们的躯体和坟墓上 而是建立在他们的教导上 也就是上帝透过使徒和先知 新旧约传递的信息来建立教会 所以他们是第一手资料 直接从基督那儿 直接从圣灵那儿 直接从上帝那儿领受启示 以前不曾知道的启示 他们领受了 他们记录下来传给我们的 我们今天是读他们留下的启示 记录成书的圣经 所以我们不是直接领受启示 而是透过使徒和先知 间接地领受他们被记录下来的 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 我们是现在是解释 他们所留下的这个神的话 我们终于圣经去全讲的时候 我们是在使徒性的教导的里面 使徒性的传承里面 所以我们与他们具有同等权威 是因为我们说了他们说的话 教导了他们所教导的话 所以我们就 因着这个话本身 他具有忠于使徒的教导 忠于上着教导 所以他有权威 我们本身不具有使徒性的权威 所以教会的根基 是建立在使徒的教导上 我们不具有使徒的权威 但具有使徒性 正统教会具有使徒性 为什么 因为作为延续使徒的教导 传承使徒的教训 向外邦人来说 我们都是外邦人 向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来说 我们也是把使徒们 传给我们的道理 去传给他们 对于他们来说 我们成为 教会成为 我们一般不会成为 我们个人为使徒 我们如果正确地理解 使徒的意义 虽然有些教派 新使徒运动 他们都自称为使徒 当然那个使徒是犯使徒 是奉差遣的 那按那个角度的话 我们什么宣教师 牧师都是奉差遣的 对不对 甚至基督徒也是奉差遣 因为上帝差遣 我们就像羊进入狼群一样 把我们打发到这个世界 为他做见证 大家都是奉差遣的 但是不是使徒 是奉差遣的 都有使命 都蒙神呼召 但是不是使徒 不要乱用使徒这个概念 所以但是教会整体 具有使徒性 因为上帝将他的道 福音托付给教会 所以教会向世界 具有见证基督 见证上的 见证福音的 这样的使命和责任 对于世界 他们从教会那里 听到神传给我们的话 第十三 追求圣灵充满 与所谓灵派有什么区别 我们先要明白 什么叫圣灵充满 以福所书里面 保罗教导们 你们不要罪 乃要被圣灵充满 使徒经传里面 门徒们被圣灵充满 他们就说起 各样别国的话 然后什么被圣灵充满 就放胆传讲神的道 然后使徒保罗大有智慧 然后被圣灵充满 就驳倒一切犹太人 然后菲利什么使徒 而不是这个执事 斯蒂凡是什么 是个好人 巴拿巴是好人 然后斯蒂凡也是 满有智慧被圣灵充满的 一路撒冷教会选择 这执事的时候 就是智慧和圣灵充满的人 等等 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 圣灵充满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概念 就是不是量的概念 不是空间的概念 圣灵充满我 我们就思想着那个杯子 原来是空的 到里面啤酒 到里面果汁 到里面水 从这个底子 10% 20% 50% 然后满了 百分之百 后来溢出来了 我们就以为圣灵充满 旧约里面形容圣灵是用高油 高油装在瓶子里 橄榄油压迫了 专门用来圣殿里面 或者是医治 或者是分别为圣 事物捷径礼 或者是烧香等等 高油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象征着圣灵 金灵台上的那七根枝子 里面装的都是清橄榄油 纯净的橄榄油 燃烧去照亮 那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之后 就成为基督的见证 到各处去传道 所以圣灵和油 这种象征 这种寓意性的语言 所以新约里面说 圣灵充满 你被新酒充满了吗 被圣灵充满了吗 主要不是指量 不是指量 是指统治 我们完全被圣灵掌控 掌管 所以用这种有限的 这种类比的语言 说是充满 就像酒充满了一个人 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就是你这个人 完全被撒旦操控了 你酒充满了你 就完全你这个人醉酒了 神魂颠倒 就乱讲话了 然后你被圣灵充满 就完全被圣灵支配和掌管 灵派的圣灵充满 所以圣经里教导我们要 渴慕圣灵充满 渴望被圣灵支配和掌管 反被神的灵引导 反被神的灵主管的人 就是基督徒神的儿女 所以越被圣灵主管 是越是好事 但是灵派里面 因为他们对 当然他们历史的背景 也有第一波第二波 等等这些历史背景 近现代教会历史当中 一些复兴运动 或者灵恩运动 那重要的是 他们对充满这个事情理解 和正统有点不同 因为他们觉得是 好像圣灵充满了以后 比起圣灵掌管统治我 更强调能力或者是现象恩赐 我圣灵充满了以后 我就在地上抽搐 我在圣灵充满以后 我就口吐白沫 我圣灵充满以后 我可能会感觉到轻飘飘 我圣灵充满以后 我就可能看见什么 我圣灵充满以后 可能就完全一直失控 然后就倒在地上扑到了 所谓的被圣灵击倒 然后我被圣灵充满如何 或者有能力 或者有恩赐 或者说方言 或者见异象 或者是能赶鬼 得能力 你发现他们强调圣灵 更多是强调功能上 而且功能不是圣灵主要的工作 圣灵主要的工作 是真理的圣灵 见证基督 引人归向基督 让人明白真理 进入真理 被真理支配 被真理更新 圣灵当然为了我们 教会在地上工作的时候 赐教会各样的恩赐 包括一些超自然恩赐 和包括一些 我们看着什么 劝勉教导 施舍行善 治理这样的恩赐 不是什么超自然的 但是都是神的恩赐 为了建立神的教会 所以灵派可能 他们对真理的理解 不是所有的灵派 我说一般的现象 当然灵派里面 流派有很多 然后他们可能会说 在可慕神的能力 这是人的本性 可慕超自然的现象 渴望恩赐 其实渴望恩赐 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教会需要 这样的恩赐 来建立我们有益处的 当然这个又讨论 什么超自然恩赐 在不在的问题 那渴望是好的 但是问题是 他们对圣灵的理解 过于偏于功能性的 甚至圣灵 不是一个位格的存在 而是一种能力 一种感觉 然后就把圣灵的工作 只是定经局限在 什么方言 医病赶鬼 见异象等等 好像你不经验这些事情 你就没有圣灵一样 所以被圣灵充满 是被圣灵掌管 圣灵充满不是就那么空空的充满 圣灵以他的真理充满 当我们越多明白神的话 越多的祷告 越多的顺从圣灵 圣灵在我们里面支配 掌管我们 记着在话 引到我们的时候 被圣灵充满 当然会彰显出来 有圣洁的能力 有圣过世界的能力 有圣过罪恶的能力 甚至有一些超然的能力 恩赐 被赋予等等 这种现象是有的 所以圣灵充满 大家一定要正确理解 和灵派之间相似 却有点偏颇不同 大家是不是累了吧 喝点茶水 还有两道题 第十四个问题 因为有很多都类似的 我就总结了一块答了 第十四 敬虔的操练和敬虔主义 有何区别 这也是很大的题目 这个要用一个学期能讲的 我简单的给大家说 第一首先要分辨 我们正常说的 正确理解的敬虔 我们说拉丁文是Pietas 它包含着对神的敬畏 或者是惧怕敬畏和爱 我敬畏神 我爱神 因而产生的这种 不仅是态度 生活上就是敬虔 所以基督教要义 里面常常说到真敬虔 真敬虔的意思就是基督教的意思 真宗教的意思 所以敬虔和宗教 religion 我们翻译成宗教 我们传统教会一般对宗教 因为受到分离等复兴主义 对宗教的这种扭曲和污名化了以后 现在人基督教不是宗教 不是宗教是什么 所以已经被这个宗教被用坏了 然后结果就宗教就不是好的问题 本身宗教没问题 宗教是对神明的一种敬畏 宗教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被污名化了以后 我们就觉得基督教不是宗教 基督教是生命 是真理 是道路 等等 没必要 学神学的人一定要重新把 此本身原有的意义搞清楚 后来的变革也要搞清楚 我们照着它原有的好的应用 放胆的应用 没什么问题 不学神学你说 宗教都是叫人死的 福音才叫人有生命 这种不知所云 人云亦云的错误的讲论 就扭曲了 赋予了宗教原本不具有的意义 原本古典的意义就消失了 所以当然芬妮他处在那个时代 他是有他的光景 面临着理性主义的复兴教会 开始失去生命力和活力 然后大家有正统的信仰 但是却道德上等等 他就觉得我们需要 灵性的觉醒和复兴等等 然后追求内在的敬虔 然后他就 当然芬妮自己也没有学过什么神学 所以他就开始反对神学 然后等等 这个需要批判 需要批判 有些东西是好的 但是有些东西是需要批判 甚至很危险的 所以这个敬虔是好的 真正的敬虔就是对神的敬畏和爱 但是我们所谓的敬虔主义 这个比较复杂 其实在初代教会里面 在教会历史当中 这种追求敬虔的运动是没有断的 修道运动也是一种敬虔的修行 包括宗教改革时期的 清教徒主义的这个敬虔主义 清教徒里面有敬虔主义 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敬虔主义 多少都带有负面的意思 既然加上了主义 不是指敬虔 敬虔主义 基本上是受到这个德国的敬虔主义 德国的敬虔主义 主要是由菲利普雅各施本尔 他的主要中心人物 受到英国清教徒的影响 以及神秘主义 约翰 阿恩特的作品的影响 特别是这个贝雷的这个名著 敬虔的实践影响最深 然后他就后来在这个 德国法兰克福路德会议 幕会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为了恢复路德的 所主张的那个透过读经 祷告与查经来造就信徒活泼的灵命 他开始的所谓的这个敬虔主义 然后1670年呢 菲利普雅各呢 他就召聚一些小群的信徒聚集在家中 读经祷告查经 每星期两次聚会 彼此鼓励追求活泼的属灵生命 我们称他为小组的聚会 为敬虔的团聚 又称为敬虔者的聚会 所以敬虔主义就从此得名 然后后来呢 他写了一本书 敬虔的愿望 是为这个约翰阿恩特 步道词撰写这个引言 他就在里面提议说 其中有建立圣经学习小组 使信徒灵性成长 讲道要简单 信徒的生命力要要求这个 节饮 节食 朴食 等等 然后1686年 他才成为德意志 勒斯登宫廷的这个讲道人 后来呢 这个弗兰克 法兰克 弗兰克的时期呢 就德意志的进钱运动 开始复兴和发展 弗兰克 然后我们看到什么 组成什么爱经团呢 等等 倡导信徒社会服务啊 建立孤儿院呢 什么拉丁学校啊 医院呢 圣经之家呀 种种服务 在哈雷 活动在哈雷 此程建立啊 透过这个能力 他的能力呢 组织了一些什么 出任哈雷大学的教授等等 所以哈雷大学就成为 进钱运动的另一个 这个据点 一个运动的中心啊 那哈雷进钱运动的 另一个瞩目特点就是 其海外宣教的热忱啊 所以进钱主义运动 并不是说 没有好处 好处很多 然后后来呢 就是庆金多夫哈 我们说庆 村多夫哈 庆村多夫 德意志西部的这个 德勒斯堡 从小上父 然后他的 这个祖母呢 是一个非常 受这个 从上进钱派的 这种人哈 而且他 他的父亲也是 诗尔本的这个好友 然后后来呢 他成立了这个 芥菜总会 然后1716年呢 等等这个 等等等等 所以 庆村多夫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哈 庆村多夫 是后来建立这个 我们 影响这个 莫拉 维亚 这个 弟兄会 这个很影响 然后 1722年 这个30年的战争 宗教改革之后 30年战争哈 穆尔维亚人逃亡 亲村多夫呢 就准许他们到自己的这个 伯帕勒多夫庄园来避难 然后结果 渐渐的人多哈 就在那里开始 形成了一种 一开始有分歧 信仰上也有分歧 后来他们就举行圣餐 然后追求和议 然后为了 竭力 为了宣教 达成这个使命上的一致 热心去到各地方宣教 所以他们的不断的宣教 这种 莫拉维亚 弟兄会的 所谓的 敬虔的这种模式 就开始在全世界 传播哈 不仅到了亚洲 格林兰 还有美洲 都宣教 所以美国也好 亚洲也好 都受到了不同种的 这种 敬虔主义的影响 所以这些宣教 是又带到中国 来到中国 所以在中国 老一辈的传统里面 也多少受到了 很多复兴主义 敬虔主义的影响 信仰在乎生命 不在乎知识 这个都是神秘主义 敬虔主义 和复兴主义的口号 他们通用的口号 老一辈是受到这些影响 当然他这个表达的意思 我们要理解 他的目的 用意是好的 但是他否定了 理性在信仰上的价值 否定了神学 在信仰上的价值 东西是好 我们用错了 是我们的事 不等于东西不好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有一些口号 他在否定什么 那个反对的那个点 我们某些方面要认同 可能是信仰 不能广视 有知识 也需要这个敬虔的训练 你生命要改变 你要顺服神 你要操练你的敬虔等等 是对的 但是你说信仰 不在乎知识 那就错了 那没有知识的话 你怎么称耶稣为主 你祷告什么 你讲耶稣讲什么 你一张嘴都要讲知识 为什么 你要用你的语言 去阐述有关耶稣的教义 有关耶稣的内容 一旦去表述的 这就是神学 你去表述的 这就是立场 这一表述都是知识 所以不要反对知识 知识本身不要反对 所以我们要有真知识 在敬虔和真知识上 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 多而又多 这个信仰呢 不但有信心 还要加上知识 知识还要加上什么 节制等等 后面 所以信仰不反对知识 也不反对理性 所以我们受到这种传统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他们会谈这种口号 因为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 最后一个 第15 使徒行传17章27节里面说 要叫你们寻求神 可以借着揣摩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如何解释这话呢 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是指人人都可以感受到 神的恩典吗 这是我们要留意 这涉及到了普通启示的概念 那我们要注意 读圣经的时候 当你对某一节经文 有困惑的时候 我劝你往上多看一看 往下多看一看 因为这节经文 肯定是在一件叙事的中间 它不是孤立的 所以你要想了解 这句话的意思 你要整个读 整个故事的一个 完整的段落来读 在完整的一个叙事 的段落里面去读的时候 你就大概理解 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说这样的话 你就理解作者的意图 所以我们就重新回到 《使徒行传》 这个围绕着27节 我上下都读 从16节开始读 那里面 16节到21节里面 就描述了保罗短期宣教 来到雅典的时候 他就发现到处都是偶像 心里特别着急 然后他就在会堂里 跟犹太人 敬前人辩论 然后后来又被带到 这个雅略巴谷 雅略巴谷一个山 一个他们辩论或审判的地方 然后他们就在他们面前 去讲论辩论 去传道 跟雅典人传道 跟雅典人传道的过程当中 他开口对 在雅略巴谷当中就说 众雅典人 我看你们凡事敬畏鬼神 为什么这么讲 16节说到了 他来的时候发现到处都是偶像 然后他说十二三节 我游行的时候 看见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一个坛上面 甚至写着为师之神 你们拜很虔诚 很敬畏 当然这个虔诚是指通用的那种敬虔 对神的那种敬虔神 这种敬虔 敬畏 所以看你们很敬畏 你们不知道的 你们去拜 这点是好的 值得称赞的 不是鼓励他们拜偶像 是说到他们有一种 渴望敬拜神的这种愿望 这是他讲到的引言 他讲这个话是先切入 借着他所见所闻的 跟他们找共同点 然后以他们的崇拜为切入点 去给他们传道 所以这是引言 然后本论的他说 神是神 他本论里面就提到 第一神是谁 讲到神的创造户里 创造宇宙和七处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不住人手所得的殿 你们盖了殿 然后也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你们造了谈 然后自己倒将生命 七夕万物给给人 你们给他拜供物 烧香拜佛 上帝给你们生命 借着他们拜偶像的行为 留意到他们的关心的事 借着他们关心的事 给他们传 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独一真神 二十六节他就说到了 他从一本造出万足 住在地上 并且限定了年限和住的将界 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们离我不远 这是二十七节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就是为了让他们感受到 福音离他们很近 你们不是拜吗 你们不是追求神吗 告诉你神其实是这样的神 而且他也离你不远 这个把麦克关一下好不好 然后离你不远等等 谈到了这个过程当中 他说上帝设定了将界 设定了范围 我们或者揣摩 我们思考哲学 或者探求等等 我们就可以晓得 也就是说神 认识神并不难 他离我们不远 是这样的角度 那么怎么叫揣摩 怎么离我们不远呢 这是讲普通启示 我们在讲启示分类的时候 已经说到了普通启示 对所有不信的人 所以大家学神 一定要学到通 不能在这的时候就想这个 在那就想那 所有的资源 你一接触到一种状况的时候 你要想到这种情况 是在处理属于哪个领域 他讲到的是普通启示 普通启示 随着各族 这个上帝已经赐下启示了 借着人的良心可以揣摩 借着神所造造的去追求研究 心思考都可以知道神的存在 那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不需要福音 他们凭着自己就会认识人 当然不是 我们不讲到了特殊启示的必要性 人的堕落败坏吗 是吧 15讲16讲 大家也应该知道 圣灵的作用 是吧 在神学上 圣灵和信心的必要性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讲到神 是离他们不远 神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神充满万有 我们所有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于他 的确是这样 但是异教徒他们不知道这一点 甚至他引用 刚才我们也说的 保罗引用这个希腊的诗人说 我们都是他所生的 不意味着保罗认证 希腊人的那种异教的神观 是吧 但是保罗认为这句话 这个话 可以支持自己的观点 但是同时又和这些异教徒产生共鸣 让他们知道 我们所传的并不是什么新鲜的道理 是创造天主 一直就离我们不远 是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谈到离我们不远 谈到神普通其事 我们都在神的恩典当中包围着 但是我们不认识他而已 所以在这里面说 神继生是这样的 我们就不应该把神 当作什么人手艺 心思所造的 就开始指责他 然后紧接着三十几 就开始这么传福音 世人蒙媚无知的时候 为什么蒙媚无知 都堕落了 都犯罪了 都变得昏昧了 所以你们才把真神当偶像拜 或者说把偶像当真神拜 世人蒙媚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见察 你们随便 任凭你们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要悔改 包括你们希腊人 你们现在是在任意而行 随着自己蒙媚无知的心 去拜偶像 那不是真神 真神是创造 赐生命气息的神 不需要我们服侍 所以你们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期 要借着所立志 按公义审判世界 天下 叫他从斯里佛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这就是传福音嘛 所以在这样的处境下 他谈到这个话 谈到了神 离我们不远 普通启示 包含着普通恩典 我们生活动力 动作存留都在于他 神的护理 所以劝这些 有宗教性 渴望拜神 又不知道拜谁的人 告诉他们 真神其实离你不远 虽然你们昏昧无知 拜了偶像 但是如今你们需要悔改 相信那位 按公义审判的基督 他已经从斯里复活了 给万人做信心的凭据 是这样的情况下才谈到的 所以不支持我们这些天然的脑袋 罪人凭着自己的头脑 理性经验 可以认识神 所以奥古斯丁曾经说 人人都认识神 人人都背离神 这是罗马书一章里面的 人人都认识神 是神已经给他们良心启示了 神已经在诸天当中显明了 但是人人都不认识神 人人都背离神 拒绝他 为什么 人人都去投奔了偶像 昏昧了 所以这种普通启示 一般启示 并不能有效地带领人 回转归向上帝 使人真正认识神 敬拜神 所以需要特殊启示 他们虽然经历了一般恩宠 阳光雨露 健康 等等 那些都是神的祝福 这叫普通恩典 普普通恩典 或者普遍恩典 普通恩典 但是他们感受不到特殊恩典 因为特殊恩典只有 在基督里才能够经历到 借着信心 圣灵的重生与基督联合 经历罪得赦免 罪得赦免也是属于特殊恩典 给神儿女的 不是给所有人的 普遍恩典是 普通人 所有人都可以领受 但特殊恩典只给选民 那些悔改相信的人 他们是领受神特殊恩典的人 OK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